議員徐曉鑫說 第一個核准的這個唾液快篩 廠商跟高端是有關係的 那有引發一些的質疑 想請教部長的回應 謝謝 跟高端有關係 那有什麼關係呢 他是一個正常的公司 那基本上在這個程序 我說這個廠商 產品 這都沒有什麼分藍綠或跟誰 這是一個依照科學的證據 然後根據我們法定 上面的要求的程序 那把它辦好 那當然在使用的時候 那有需要我們也會 穿著專家的意見 來做一個使用方向的 一個規劃 好 中士 所謂官員好 中士新聞提問 我想問關於脫液快篩 預計最快什麼時候可以抵台 價格會落在 多少 他跟鼻咽的篩檢的準確度差多少 未來有沒有可能實名字買得到 謝謝 大概分做幾個啦 昨天我是得到 沒有正式的報告 是他們在第一個時間 跟我的 因為社會對這事情 有很多的一個說法在 那只要做完大概就是說CT值 只有23 24 這樣子可以驗得出來 那當然是介於比較 跟現在的鼻咽的 這些快篩來比 現在鼻咽快篩大概至少都27嘛 那有很多到 30還驗得到 所以他大概在 使用上面可能是會有一些限制 不過對於 沒有辦法做鼻咽的 他也許是一個 好的選擇 第二個 價格不是我們在管制的 因為我們並沒有徵用 我們並沒有徵用 那如果徵用 那當然可以 考慮各方面的一個商業的條件 那他們可能來上市是可以來賣 我不知道 他正式的合作給了沒有 只是說 以這方向 實驗署認為23 24 那他有特殊的一個使用的方式 是會給他這樣的一個 EUA 那至於他販賣的價格 那就是一個市場的 認同度了 那會不會列在我們的所謂 實名制裡面 那恐怕我們要跟專家在考慮 不過 目前來講 如果以這樣的 只會能夠證明他的一個 準確度 能夠到比較高 比較高的CT值 那我想在廣泛的使用會比較被認同